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评论就超过了3万条 有的网友表示不愿意相信 但是也有粉丝留言表示祝贺 而华晨英勇孩子的传闻 最长是来自1月21号 当时有网友透露 自己是张碧晨的初高中校友 他投稿称在公安局吃到了娱乐圈的瓜 张碧晨去给孩子上户口 孩子的父亲是华晨玉 同时还用小括号背注 张碧晨是天津人 河东的 是他的初高中校友 这个爆料很快就被网友广泛讨论了 有网友表示 难怪2018年张碧晨 在开完演唱会之后突然就没消息了 当时还传出张碧晨因为得罪了谢娜被封杀的消息 不过最后呢 现代筛出了和张碧晨的聊天截图 否认了这一点 现在看来啊 张碧晨并非是被封杀 而是偷偷生孩子去了 有意思的是啊 在华晨英和张碧晨身子的消息扩散之后呢 华晨英的堂哥 丽江布丁爸爸 还通过社交平台发文写下了 庚子年末 遥逢四期群伯乱五星的一年 扭转乾坤快点来吧 而配图呢 则是被迫营业 以及即将开播的王牌对王牌的海报 一次否认华晨英和张碧晨生子的传闻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被华晨英本人打脸 需要分析的是 为什么生了孩子之后 华晨英没有及时宣布 为什么又在这个时候亲自承认这个消息呢 首先 在华晨英宣布呢 有一个孩子之后 很快张碧晨英通过社交平台发表了一篇长文 内容很长 说明了两个人是商量好了 要一起公开有孩子的事情 书里张碧晨的这篇长文 主要呢有三个重点 首先他承认和华晨英在一起 而这个孩子是意外怀孕 他在文中写道 我和华华虽然在一起 我们也憧憬过未来的生活 但是计划里吧 从没有孩子 生孩子结婚这件事 至少几年之内没有 所以他没有和华晨英商量 选择自己离开生死孩子 其次呢 张碧晨很明显地想要为华晨英撇亲 在他的文字里吧 能够看到华晨英不知道他怀孕 而离开之后呢 张碧晨表示要和华晨英分开 然后升级成了妈妈 直到孩子出生之后 张碧晨才找到了华晨英 当时华晨英的整个人都是懵的 最后呢 华晨英的态度会是 好好的爱孩子 让他幸福快乐 并且呢 孩子让两个人重新复合了 他们表示 努力地去重新磨合 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第三点 张碧晨解读了隐瞒的原因 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孩子 也是对所有的更迷和关系 他们的人说声抱歉 文字很长 写得情真意切 但是其实不难分析 两个人一直都隐瞒 生孩子的事实 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不能够影响到 华晨英的事业 要知道华晨英 在音乐这条路上 走得并不容易 近两年才逐渐有了勇气 有了热度 参加王牌对王牌等 终于让他开始 被更多的网友关注 并且认同 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此次呢 还自己自曝光 绝对会对他影响的事业 产生负面影响 并且隐瞒了生子这么久 想要开口说出来 确实是很难的 那么为什么选择 这个时候公开承认呢 就是有两点原因吧 首先已经被网友撞到了 给孩子登记户口了 那么这件事情 就很难瞒得住了 与其被网友们 身巴被动的是承认 还不如主动承认呢 这样不但对孩子公平 也能够让两个人 掌握主动权 其次多少呢 也要感谢代孕 以及弃养的郑爽吧 相比于郑爽的行为 张密诚常文当中 写满了两个人 为人父母的责任感 这和郑爽相比 相当于是站在了 另一个极端 此时承认呢 更容易被网友所接受 不管怎么说 恭喜花承宇和张密诚 也希望孩子 能够健康成长哦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